9月22日 iPhone 15高阶是5G开台来卖最好的一次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上涨27点,成交量2355亿 指数收在16344点 外资群卖超151亿,自营商卖超16亿 这一周外资群合计卖超台股1056亿 自营商卖超332亿 指数从16920点跌到16344点 合计下跌了576点 最近一般讨论区开始在问大家今年是否有赚钱 以目前的半年限是16482点 距离现在指数16344点损失了138点 目前指数16344点 在月限16617点 即限16799点 半年限16482点以下 所以代表近半年进到股市的散户都赔钱了 尤其是一直买来卖去的散户 前8月累计交易税及手续费约2000多亿 这些钱都是由里面的短线客支付的 所以大家看到散户会问大家是不是赔钱了 一定是有道理的 目前的年限15483点 距离16344点 还赚了861点 一般如果会报一年以上的人 应该就是偏中长线投资的人 他们也不会吃饱没事干去问别人赚钱没 如果你近一年买进台股不动 你除了赚了861点的差价外 还赚了台股平均股利率4到5% 大家常常听到散户说自己赔钱 其实就是这道理 我说过 股市中会赚钱的人 有八成以上都是中长线价值投资的人 因为股市是由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 每年都会赚进真金白银 只要你不要在大盘净值比1.75到2.5倍买到 你很容易放一年就赚钱 如果你买在大盘净值比1.5倍 长期下来是必胜的 目前鸿海的股价净值比则是一倍 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说 你买鸿海放六年 赢得我们一人一半 输得算我的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还是没有人敢和我赌 如果有几百个傻瓜敢和我赌 总金额有100亿的话 六年后台北再好的豪宅我都买得起了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 外资群9月在鸿海中陪到怀疑人生 昨天外资群放了1万多口的期货空单 今天开盘就故意让台股指数下跌白点 后面买盘进驻 但外资群还是死死地控制住台积电 虽然指数最终有翻红 但是只要让台积电下跌 台股是很难出现大涨的 而且台积电目前股价距离近值很远 外资群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透过筹码面去让台积电下跌的 所以如果你买进台积电的话 虽然它是一流的基优股 但三年下来你的报酬率会是少得可怜 接下来看一下外资群9月在鸿海中的操作 因为鸿海的股价和净值差不多 所以外资群能操作的空间就很小 使得外资群在鸿海中 就像个散财童子般的把钱送政府及券商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买投机标股 只能微风一时但会套牢一事 最近几年从口罩 口罩原料 耳温腔 面板股 DR股 钢铁股 航运股 航空股 国具 联电 联发科 台积电 旺红 生技 星耀等个股 里面有一些是基优股 有一些是投机股 但只要你在疯狂价买到后 你一样都是会受重伤的 只是受伤的程度不同 买到没有基本面及产业面的个股 损失个七成到八成都有可能 如果买到有基本面及产业面的 有可能是赔个两三成 受伤的程度不同 所以在选择投资时 就算选到的公司是基优股 你也要看价格是否合理 不然你投资了几年后 发掘报酬率低得可怜 以台积电为例 如果你投资了三年 最终报酬率比定存还惨 差不多一年仅有0.8%左右 重点是现在台积电的股价距离 净值还是有一段差距 外资群还是可以透过筹码优势 继续去玩弄里面的股东 现在台积电中有130万的股东 其中有65万是近三年才买到的 所以投资台积电的散户中 有一半是赔钱的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 iPhone15高阶是5G开台来卖最好的一次 这一次苹果高阶手机热销 有一些人说这一次的苹果没有亮点 说了无新意 不过因为外壳使用太金属 所以整体比较轻 还有新增了Type-C光大荧幕的手机比较轻这件事 对很多人就有吸引力了 重点是又使用了3奈米的新晶片 有一些人一直想要苹果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我只能说 难道你要苹果手机会飞天还是会潜水吗 还是丢到天空中就能成无人机 很多人会拿华为的硬体去和苹果的手机比 其实中国的硬体实力本来就不错 所以如果光比外面的硬体实 当然容易会赢苹果 不过苹果厉害的是软体及服务 之前有人说华为Mate60 Pro预购量破一支 真的是爱说笑 如果你说Mate手机累计发货一台 这我还比较相信 如果全球和台湾的苹果高阶手机都一样都卖这么好 那去年鸿海所谓的高基期 今年又会变得更高了 9月、10月、11月及12月鸿海的营收就会变得令人期待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外资群9月在红美中陪到怀疑人生 二、买投机标股只能威风一时但会套牢一世 三、iPhone15高阶是5G开台来卖最好的一次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151.16亿 投信买超台股19.51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16.88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148.53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2590口 期货留仓空单10613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8587口 今天台股成交2360.68亿 上涨27.81点 涨幅0.17% 收在16344.48点 电子上涨1.46点 涨幅0.18% 收在796.65点 金融上涨0.07点 涨幅0% 收在1622点 外资群连续5个交易日下来 合计卖超了1056亿 自营商也卖超了332亿 这一周外资群虽然大卖了5天 不过因为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觉得指数已经跌了700点 应该是会反弹了 加上外资群前几天在卖的过程中 会恐惧的散户也早出去了 今天台股就出现了破底反弹 在外资群卖超了151亿情况下 指数还上涨了27点 以目前外资群期货空单还有10613口 接下来外资群会卖的几率算是大 从去年11月到今天 外资群合计还买超了1800亿左右 成本大概在14305点 这还不包含除息的4-5% 外资群现在卖台股 他们一定是不会赔钱的 尤其是最近5个交易日卖了台积电90901张 台积电股价下跌了36元 上星期外资群先是把台积电向上拉抬了19元 打出一个高点的锚点 这样在向下卖时 散户会觉得是从558元跌下来的 现在跌到了522元 已经跌了36元 这样好便宜 不然从539元跌到522元 感觉也才跌了17元 散户还不一定会想要一直去向下摊平 昨天外资群期货空单流仓13203口 今天一早就让台股下跌白点 后面指数跌深反弹时 外资群还是狠狠地把台积电股价控制在下跌 因为台积电占台股权重约三成 只要把台积电控制住了 指数一定就是不可能会大涨的 以台积电净值122.97元 今天股价还有522元 外资群就算要继续用台积电去灌杀台股指数 那也是可以的 之前我就说过 如果你买到股价距离净值太远的公司 当股市出现波动时 你很容易就会赔钱 台积电的三年限542元 今天收在522元 近三年台积电分别配了10.5元 11元 11.5元 合计配了33元 每年的股利率仅有2% 很有趣的是是 差价还损失20元 如果把这20元的差价算进来 你投资台积电三年下来 你才赚了2.39% 平均一年才赚了0.8% 这个报酬率和你买一次信脚保单一样坑人 一次信脚台币保单 满三年财宝本 投资台积电三年下来 结果还比定存差 这就是在疯狂价买到基优股的下场 今天外资群的期货空单还留仓10613口 如果外资群想要把台股打下去 就只能去打台积电了 目前外资群持有台积电的水位72.2% 去年外资群把台积电股价达到370元时 持股税位仅有70.8% 也就是1835万张 现在外资群持有台积电1872万张 外资群如果真想动真格打压及灌杀 波段手上还有35万张可以拿来灌杀 近三个月下来 外资群合计卖超台积电19.32万张 股价就从558元跌到522元 合计下跌36元 外资群如果把35万张拿来再去灌杀指数 台积电要跌破500元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外资群每一年和散户撑 一年只要让台积电跌个11元就好了 这样散户每年拿到的11元股息 等于就是拿自己的钱配给自己 有人会说 外资群哪有这能力啊 在2020年底时 台积电股价530元 今天台积电股价522元 还下跌了8元 近两年9个月下来 台积电赚了77.2元 配除33元 理论上净值要多44.2元 股价也要多44.2元 结果两年9个月下来后 股价还跌了8元 一来一回差了52.2元 这钱是被谁赚走了呢 道理很简单 就是当初台积电净值71.33元 然后把台积电卖你530元的人赚走 大家以为已经结束了吗 真的就是天真了 近两年9个月下来 台积电的净值确实就是增加了52元左右 结果股价却能不涨 也许在三年后 台积电又赚了100元 配出50元 净值来到172元 股价有可能才在510元 净值在177元 股价510元 这也没啥毛病 但持有台积电的人 报酬率就会比定存还要差 钱都是当初在净值71.33元 卖你股价530元的人赚走了 别人提前的赚走了台积电20年的获利 一般人买到了台湾最优质的公司 结果长期下来报酬率差得要死 买到基优股固然重要 但你要在好的价格买到基优股 而不是在疯狂价买到基优股 不然就算给你买到台湾最强的公司 长期间下来报酬率却也是搞笑到爆炸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港麦格力 买了1971张 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买了1346张 第三名的是康和 买了105张 买第四名的是统一仁爱 买了997张 第五名是赵峰彰化 买了872张 买第一名的美商高盛 买了797张 买第二名的是美玲 买了591张 买第三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438张 买第四名是台银 买了363张 买第五名的是台银 买了239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主力 及外资群在鸿海9月份的操作结果 摩根大通买13546张 买11340张 合计买超2206张 损失882.2万 国台综合买2168张 卖1615张 合计买超553张 损失165.3万 台基台北买9359张 卖12367张 合计卖超3008张 损失472.4万 花旗环球买7033张 卖9956张 合计卖超2923张 损失665.7万 台湾摩根买14932张 卖16719张 合计卖超1787张 损失482.3万 原赋买858张 卖2201张 合计卖超1343张 损失25.5万 瑞银买20518张 卖21815张 合计卖超1297张 损失1280.9万 台湾汇利买5314张 卖6135张 合计卖超821张 损失259.8万 原大买4908张 卖5476张 合计卖超568张 损失121.9万 美商高盛买8483张 卖19891张 合计卖超11408张 损失245.1万 美琳买1927张 卖26674张 合计卖超7402张 损失543.4万 三大法人在鸿海中这样买来卖去 基本上就是都赔了一屁股 因为他们都有很厉害的工具 快速的网路 专业的人员 用客户的钱 都有薪水能力 平常薪等 因为鸿海的股价就是在价值区 所以他们这样买来卖去 单纯就是和自己的钱过亿不去罢了 新闻说 鸿海教育基金会从2020年开始 偏乡国中AI研习课程计划 每年前进10所偏乡国中 以漫画 阿宅联盟决战AI太阳王国 作为前导教材 再结合Matrix B帐自走车 带领孩子组装车辆与学写程式 目前已经有20所偏乡国中 约400位的孩子 因而接触到了AI相关课程 同时基金会也已经延伸支持 辅导了8所偏乡学校成立机器人社团 以让有兴趣的孩子可以有管道继续学习 新闻说 跟进Fed央行暂停升息利率连二动 跟进美国联准会 央行自2022年3月起已连续五度升息 累计升幅达0.75个百分点 央行21日召开礼监视会 会后宣布维持政策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美国联准会 Fed 暂停升息 央行21日召开礼监视会议 会后宣布政策利率连二动 重贴线率 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的水位 分别维持在1.875% 2.25%和4.125% 央行去年第一季起连续五次升息 至今年第一季共升息三马 随后因通膨降温 政策调整为温和紧缩 更在今年第二季暂停升息 联准会主席鲍尔对升息与否持保留态度 并表示年底前会再有一次升息 明年降息几率减半 高盛则将美国降息时间由明年第二季研制第四季 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牵动 亚洲各国央行利率决策也更为谨慎 A大回答 台湾官方的民间消费者物价指数不高 所以台湾的央行在升息这方面也没有很积极 台湾的房价在全球崩跌一片下 还是仅有为福的修正 台湾堪称是世界第一用 不过随着少子化 未来那些房子可能就是要卖给鬼了 有一些专家会说 中国因为打房 让房价惨跌 经济大幅衰退 国内经济一片萧条 确实把房价打下去后会发生这些事 不过当初就是因为房价支撑着虚幻的泡沫 后面把泡泡刺破后 总是会带来一定的苦果 以外资群在台股中操作的情况 大家一样是能套到房子中 反正买到房价低价成本的人 他们就在高档和你称 常常在那放消息说房市又要回温了 看有没有新的韭菜能引进来哥 网友Jason Wang说 巴菲特说 很少人愿意慢慢变有钱 多数人只想要快速获利 看看这几年很夯的生计股 疫苗股 DR股 当铁股 哪个不是韭菜们曾经的美梦 现在的AI股则是正不入梦形时分的春秋大梦啊 投资鸿海四年多 不仅天天吃得下睡得稳 现在随时看看口袋 还真的是不知不觉怎么变这么深了 呼应了慢慢变有钱才是硬道理 感谢A大天天无私分享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知识 网友Huberi分享 目前鸿海数量存不到100张 真的很想直押直接破百 上周一位前辈要帮我评估 但却因内人无法跟我取得共识 吵了几天假 最终须地延到明年才有机会让前辈协助 A大灌输的长期投资观念已经深入内心 让我勇于面对各种金融负债投资 但却是无法短时间改变另一半 这部分是我需要继续努力的 感谢A大让我如此的充满信心 对于价值投资充满自信 网友们回答 慢慢来 领到鼓励要安泰做 彼此有共识 胎杠杆直押才能走得远 先有共识很重要 先开一半也可以 在他可以接受的范围 让他完全地参与 您有不到100张 已经很棒了 我才刚开始 也要向A大学习 小弟我是自己搞了好几年 到现在还是不敢告诉内人 A大回答 最近有诈骗集团的一直冒充我的身份 透过脸书去接近你 还有一些人会被骗 你不要觉得我有这么闲 还会单独的在脸书上找你 然后要你加LINE 我所有的投资标的就仅有红海一档 没有什么标股 所以未来看到有人冒充我的身份发讯息给你 你记得向脸书去检举 正所谓数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不要傻乎乎的被这种三角猫的诈骗集团给骗了 我说过 股市是合法诈骗集团最多的地方 只要你在股市中午年不出局 就不会有任何人有能耐去诈骗你 这种幼幽般的人 如果你还会上当 你最好就是离开股市 然后把所有的通讯软体以及电话都移除 因为你太天真了 这么傻的事你都会相信 那出局也是迟早的 进到股市中时 你要了解自己要投资还是要投机 如果想要投资的话 那就是持续的买进有价值的公司 不用一直坚持想要低个0.5元或1元 就算差个几元 在长时间的复利下 那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有一些人会觉得买进鸿海几周 几个月或一年还赚不到钱 其实你就当布局 一开始你用一两年的时间去化解股市波动所带来的差价风险 当两年时间过去后 股价再怎么波动也影响不了你的获利情况 我觉得很有趣 有人宁愿一年放定存赚1.6%的利率 5年赚8% 他也不愿意买进鸿海后放5年 前两年也许你会因为股市不理性而产生10%左右的未实现损失 但是鸿海每年会赚资产的10% 你持有满两年后 基本上能赚到20% 如果你一开始买到股价净值比1.1倍 在股价波动时哪怕股价在0.9到1.1倍之间波动 只要花个两年时间 就算股价净值比波动到0.9倍 你还是不会赔钱 接下来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每年就是以资产的10%前进 平均5年下来能赚50% 就算5年后你遇到什么奇怪的股灾 让股价净值比来到0.9倍 那你还是赚了30% 怎样也比你定存5年得到8%好 还有一些人会去买保单 然后放20年 我也是搞不懂 你保单都敢放20年了 你鸿海为啥不敢放20年 保单你放20年 也许报酬率才10% 红海放20年 至少是赚2到3倍 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受不了股价的波动 所以会去选择报酬率极度搞笑的理财工具 我这样说好了 你就当用20%的代价去买一个未来每年有10%的投资机会 一开始前两年你只要卖掉 你就会损失20% 如果用这种心态去买股票 我相信前两三年你是不会卖的 有人会说这样很蠢 哦 是吗 你如果买年缴的保单 第一年你胆敢解约 至少是要赔30%以上的 如果你买一次性缴的保单 第一年没有满 你至少是要赔十几% 满三年才保本 这种保单还一堆人买 满四年才比定存好一点 满六年差不多赚10% 我一样那句话 今天鸿海的价格 你买了放六年 只要六年后报酬率没有超过10% 那都算我的 六年后你赚超过10%以上的 我每一人一半 我就算让你10%的报酬率 我还是敢和你赌 散户就是前一两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本金有一点波动 每天就在那死盯着为实现损益 说自己买了一周 一个月 半年了还没有赚钱 今天你把钱拿去定存 你会每一秒 每一分 每一小时 每一天 每一周 每一个月去看定存的钱有没有变化吗 当然不会 很多散户很爱买ETF 因为他们不知道ETF到底买了什么 所以就很难去死盯着每一档股价的波动 因为ETF持有的公司够多 比较正派的ETF持有各种产业 比较邪派的就是去追热门股或题材股 因为ETF持有的个股很多 所以股价波动的不明显 散户自己不去练自我心里面 每年要花0.5%到1%的管理费 手续费及经理费给经理人健全自我心里面 也算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新闻说 iPhone 15系列22日正式开卖 中华电信 台湾大吉远传今日纷纷启动开卖活动 且有志一统地认为iPhone 15是5G开台以来买器最旺的一次 其中以iPhone 15 Pro Max及Pro最受消费者青睐 开卖初期可说是公布应求 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一表示 这次iPhone 15预约成长50% 升凉 民众询问度 成长20% 预估开卖后iPhone 15销售会明显高于以往的机种 开卖初期以Pro Max及Pro最受欢迎 Pro系列需求占比高达8成左右 且需求大于供给 越高阶的机种越明显 特别是Pro Max缺货更为显著 台湾大个人用户事业群商务长林东明表示 iPhone 15预估新机销售增一成 网路销售增七成 整体货量很不够 iPhone 15 Pro Max到货很少 前两个月可能都还是会公布应求 不过第一批iPhone 15到货整体比去年iPhone 14多 远传电信总经理景奇则说 这次远传预购多八成 今年买器的确增加不少 可以说是台湾5G开台以来卖的最好的一年 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 2020年刚开台时 三家电信5G基地台仅有一千多站 如今则增加不少 另外 今年是iPhone 11、4G 用户会想要升级的一年 再加上iPhone 12用户租约也陆续到期 因此预期iPhone 15系列将带来新一波5G升半潮 A大回答 对鸿海来说 第三季末及第四季贡献营收最大的就是苹果高阶手机了 目前各项数据都显示苹果15高阶手机热销 这样就有趣了 外资群手上的鸿海在最低水位 也就是不足40% 外资群手上就是持有一些三流的公司 营收及获利没看到 然后股价炒到天上去 外资群有时候在股市中赚钱 其实单纯就是靠散户的愚蠢 以AI概念股来说 营收及获利都还没有看到 结果外资群已经把股价炒上去 然后也成功在高档出货 留下买到天价的散户 就在那负担未来的风险 之后AI概念股的营收及获利好是应该的 如果营收及获利不如预期的话 股价就是会狠狠的被教训 而且未来营收及获利好的差价也早被拿走了 大概就是拿走未来20年到30年的获利 散户常常喜欢买到这样情境的股票 然后才在那说股市都是坑人的地方 其实坑人之所以存在 单纯是三大法人的坏 散户的愚蠢 今天如果你到一家公司上班 有人说这间公司好棒 你把未来20到30年的薪水先给我 你就好好的在公司中工作 如果公司真的这么赚钱 那很好 你的20年到30年的薪水我先拿走了 如果公司获利没有这么好 你要拿自己的钱不给我 现实生活中你会接受这样的事吗 一定是不会的 结果你到股市中就会接受 一般散户会接受的原因在于 他们一开始也是想要玩短线投机 想要赚差价 想要去坑别人 最后发觉原来肥羊仅是自己 当你进到股市中 你可以选择要投资及投机 当你选择要投资时 这是可以透过时间稳赢的 但报酬率就是仅有每年5到10% 你持有的越久 你赚的越多 这就和你去公司上班无异 如果你选择要投机 你就要想象沉浸到了赌场 里面的人就是以赢走你身上的钱为目标 你也是想要以赢走别人钱为目标 你们就在里面勾心斗角 拼得你死我活 最终赢的把钱拿走 在投机的世界中 你不要去怪董事长 怪公司 怪政府 你的对手是里面的三大法人 投机课 短线课 散户 你是赢或是输 就是和你的对手有关 当你进到赌场赌博时 赌场单纯就是提供你一个场地 抽一个佣金 剩下就是你们这些赌客在拼个你死我活了 你可以在赌博的过程中赢大钱 自然也会在赌博的过程中赔到一无所有 如果你没有做好一无所有的心理准备 千万不要进去投机 有一些人拿着输不起的钱进去投机 然后股市小波动一下就在那眼内心系 这种人一定就是常常在追高杀低的 如果你的钱是输不起的 那你只能做中长线价值投资 反正用时间就能赚钱 平常股市的波动 你就不用去理他 反正股价再怎么波动 也影响不了公司赚的真金白银 三大法人可以透过筹码面去影响股价涨跌 但他们无法用筹码让公司赚到的钱消失 所以中长线价值投资者一定是必胜的 只要你不要平常吃饱没事干就在那眼内心系 当你持有一家公司时 你就想象成工作 我想你应该不会没事就一直换工作 所以你在工作可以一直很稳定地赚到钱 当你付出时间及劳动力赚钱时 这称为员工 如果你付出资金及时间赚钱时 这称为股东 两者都是用时间就能稳赚 平常不用内心系太多 频道留言区网友说 A大可以不要去说别档股票哪里有问题 这样的影响别的投资人对鸿海及郭董的印象 A大回答 股市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地方 我就是把自己观察到目前正上演的股市陷阱 分享给大家当例子 你觉得这样会得罪人 我个人是觉得无所谓 想看的人就来看 不想看的人就出去花点钱买点教训 记得一件事 不要干涉我的分享内容 今天我是拿三大法人进出 及保股权分布 主力成本区间来分享散户掉进的陷阱 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某一间公司不好 记得一件事 大部分上市及上柜的公司都没有什么问题 真正有问题的就是里面的人 在股市中分成投资及投机两者人 我分享的股市陷阱单纯 就是让一些投机的人无法这么简单的赚到钱 如果你觉得自己脱离了苦海 不希望我再去分享股市知识 让别的散户不要踏进陷阱 我只能说你自私了点 当初你也是因为我的分享才脱离了韭菜的命运 结果你脱离了后 就觉得我不该去说破很多的股市陷阱 你如果不想看的话 记得就不要来看就行了 趁我还有体力 又热忍去分享股市尝试及知识时 你就多看几遍 未来我不想分享时 天王老子也没办法逼我去分享 到时你就会发现 原来自己在中长线价值投资能赢 那和你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我常常看到一些人觉得我分享的知识重复了 但我只能和他们说 你自己去选一档标的 然后实际的压身家试试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程度如何 不要觉得自己已经行了 但结果一测试后 发觉自己原来还是磕韭菜 我这么厉害都一直不断的在充实自己 我是不懂有一些人到底哪来的信心 在股市中时 我会持续保持我最好的状态 也会去观察目前三大法人的手法 知识这种东西 当你想用时再去学就太晚了 我平常是持续的累积 有必要使用时直接拿出来就好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河海撒吧 河海撒吧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住你的热情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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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